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第22期 今天咱们学习就是 请看这个标题 表单修饰符 什么叫表单修饰符呢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这三个就叫做表单修饰符 若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说针对于用户所输入的内容 咱们进行一些个规范和整理 听起来非常的不好理解 神乎其神 咱们一个个看吧 知识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lazy 懂英语的朋友知道lazy什么意思 懒 泛懒 就这个意思 懒装入 咱们在编程的世界中 它不叫泛懒 叫懒装入 什么意思呢 咱们一会看例子 第二个是number 顾名思义 数值 数的内容只能是数值 第三个是trim trim就是说把销掉空格 把这个空格trim掉 砍掉 切掉 这么个意思 好 那咱们挨个看 没关系 咱们这个定义一般都不好理解 但是咱们一看例子 就一目了然 豁然开朗 海阔天空 好 咱们看 首先第一个是lazy lazy 我对它的定义就是说 大家请看 用户输入内容时 不做绑定数据的更新处理 那什么时候更新呢 在空间的unchange事件中 进行更新绑定的变量 什么意思呢 view.js的默认行为啊 就是说 当咱们在一个文本框中输入内容时呢 它在用户输入的过程中 就会动态的绑定 它绑定的这个变量 那么咱们加上这个.easy呢 就是说 用户在输入时候呢 这个view.js不做任何的处理 当用户输入完之后 它才做变量的绑定 目的是什么呢 提高页面的处理效率 提高页面的处理性能 就这么一个目的啊 好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lazy的使用方法啊 比如说画面中有一个叫做用户名 这么一个空间 文本框 那咱们这么写啊 呃 其实写法和以前是一样的 input 然后呢model 然后是呢 绑定的.js渣了脚本的变量名 不同的是这个地方model后面呢 跟了一个lazy 换句话说 当用户正在输入文件名 不是文件名 用户名的时候 view.js不给咱做任何的处理 当它输入完光标离开的时候 那一瞬间会发生unchange事件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view.js它会更新username这个变量 这就是lazy的用处 它呢 主要是用于提高页面的处理性能 好 这是lazy啊 咱们再往下看 南版 这个就非常的简单了 顾名思义 将用户输入的内容转换为数值类型 如果用户输入非数值该怎么办 返回数值空 比如说啊 这页面中有一个年龄 这年龄 比如说咱们呢 绑定了一个叫做age的这么一个gs的属性 那么用户他可以输入abc吗 是不是 当然可以输了 那么呢 咱们在这加上一个点number 把这个model进行规范 就是说我只接受数值型的用户输内容 这样的话 用户在这个地方仅仅能输入数值 比如说我输入个abc行不行 不行 而且呢 HTML5里面也支持输入空间的number类型 这个地方呢 咱也要写上number 一会儿呢 咱们的例子中都会看到 接下来咱们讲第三个啊 trim 这个更简单了 有编程经验的朋友呢 没有说没用过trim函数的啊 他干什么 自动去掉用户输入内容的 请看 两端的空格 就是说 比如说用户输入一个abc 不是 用户输入一个空格空格abc空格空格 那么呢 咱们这个点trim呢 就会自动去掉前后两端的空格 咱们看一下例子啊 比如说意见 比如说咱们这个画面中想征收这个 想征求用户的意见 咱们有这么一个输入框 然后呢 这是content内容 这个呢 是GS的变量 那么咱们在这个vmodel的后面 加上一个点trim 它会自动过滤掉用户所输入内容的 前后两端的空格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咱们看一下综合力 有朋友说我不懂 这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不还有综合力吗 综合力你要说您再不懂 啊 您最好改行吧 改行不对啊 咱们看啊 我正确然让您懂啊 咱们看啊 咱这个综合力啊 是这个用户注册的这么一个例子 这里面有三个空间 咱们一个看啊 首先 用户名 用户名有个ID username 它绑定username的这个GS的变量 就是这个地方 username GS变量呢 是这儿 username 好 绑定完之后 咱们这个model加上一个lazy 就坏的话说 用户当输入这个名称时候 咱们不做任何的处理 当用户输入完之后 发生unchange事件 它会更新数据模型 同时呢 在unchange事件里面 我还要调用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 叫check username 干什么 一般咱们用户注册名啊 都会说 用户输完 这个用怀地之后 去服务器团检测一下 看看有没有同名呢 有同名告诉他 这个用户名已用过 请您输入新的名称 一般都是这样吧 咱们呢 也做这么个检测函数 非常简单 这个简单数在下面啊 我什么都没写 就是说 当用户输入的内容 大于零的时候 我就认为是检测通过OK 当用户输入小于零 就等于零的时候 它小于零怎么输入 当用户输入内容 等于零的时候呢 我就说你check不OK 你得重新输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不是很难啊 然后呢 用户检测用户名 如果用户的内容 大于零的时候 我给这个 属性变量 check userOK 设上一个tru 就这个变量啊 然后呢 当这个用户变量为tru的时候 我会显示一句 叫做可注册的 这么一个信息 当这个信息 这个操作 不是咱们今天讲的 这个表单的内容啊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也是做一个活用 做一个活用的例子啊 好 首先用户名给您讲完 接下来是年龄 这就简单了 也是个input的空间 类型是number id呢 是age 然后呢 它绑定咱们的js的变量 也叫做age 这个地方呢 是竖直型 绑定竖直模型的 age变量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 是另外一个 叫做content 个人见解 就是说 这见解不好听啊 叫做个人简介嘛 怎么成容见解了 简介 稍等啊 5 好 个人简介 就是说我注册 我得输一下个人简介啊 对吧 个人简介呢 也是非常简单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地方 大家请注意看 remodel 它绑定一个点trim 也就是说 在个人简介 因为个人简介 也可能要输很多内容嘛 那么我要去掉 它输的前后段的空格 怎么办 不用咱们编码 在这个地方 敲上点trim 就足够了 然后下面呢 有个信息区 它会动态的显示 用户所输的内容 然后咱们的 java代码呢 和平时的代码呢 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段逻辑呢 咱们把它拷贝到 index文件中 咱们执行一下 看看实际的效果 因为用户注册 在咱们工作中 也是非常非常的常用 表单嘛 对不对 好 咱们现在呢 运行一下 go 好 今天呢 是第二十二课 好 咱们运行一下 看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表单 用户名 年龄 个人简介 好 我说啊 我先说用户名 比如说 小马 空马 大家请看 我输的时候呢 画面没有任何的响应 当我这个光标离开的时候 信息区呢 显示出来 空马 然后呢 这显示一个可注册 为什么呢 我大约零了吗 对不对 当我消掉的时候 还没有完成反应 当我离开光标 发生unchange事件 什么都没显示 然后呢 也变成不可注册 这个呢 就是懒装入 懒装入一般就是说 我是在unchange事件中 才做用户模型的更新 大家请注意区别 如果说咱们不加懒装入 咱们试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试试啊 这儿 咱们没有懒装入 那会是什么样呢 其实前几期的例子中 咱们看到过 好 咱们再看一下 我随着我的输入 它会动态的更新 下面的信息区 离开的时候可注册 这就是懒和不懒的区别啊 那这不懒的 它有什么好 有什么坏处呢 用户在输入的过程中 它呢会动态的解析 用户输入内容 页面处理的效率呢 会非常的低 所以呢 在这种场合 我一般推荐您使用懒装入 当用户输入完成之后 才对它做相应的处理 这比较好啊 好 接下来是年龄啊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 10岁 大家请看 我在输的过程中 下面会动态的响应 这个为什么 它没有懒装入吗 咱输什么 它都能自动更新什么 效率呢不是很高 接下来是个人简介 咱们说啊 大家请看 下面呢 是个人简介的内容 当我前面按上几个空格的时候 注意看 没有任何的反应 对吧 后空格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么好 我现在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是去掉空格吗 我现在把这个trim去掉 好 咱们回到这个表单 咱们再试试啊 我输入内容 没有问题 当我前面按空格的时候 注意看 空格没有被trim掉 这个就是trim和不trim的区别 当然trim 它是trim前后后端空格 trim 您可能看不到效果 反正您知道 trim呢 它是trim两端的空格 加trim的话 再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就没有了 我前面不管怎么说 空格呢 是看不到 这个呢 就是trim属性的意义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 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了没有 我感觉应该不是很难啊 然后今天的代码呢 我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